调整 打门 球进了 这球看似侥幸 实则靠的是他门前的秀举 想要进球就得有预判 刚刚这个大胆的预判收获了回报 真是太机智了 看到他脚下 傻的大气 关键时刻上演精彩不救 漂亮的直阶球 费着越挤 可惜啊 球击中门来 没问题了 两球领先 他们可以踢得更加轻松了 他的门前嗅觉非常灵敏 绝对不会放过进球机会的 在我看来这就是纯粹的猎手本能 不是说他射门有多好 而是说他解读跑位的能力 别人还没注意他就发现了 这个动作应该是要发现了 要到前场就来到了左侧 想要绕过方指队员 好的 他能处理好吗 还有射门 漂亮的直阶球 走抬腿 他们进球了 比赛就要这样提 简单高效 一脚两脚进球 太好看了 什么 你还敢说不好看 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的比赛 你与小天使传到前场 身体优势啊 这点让对手很吃亏 快攻的好机会 快攻的好机会 穿透了防线 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啊 安全 漂亮的抢断 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 就来到了左侧 想要穿透防线 打一脚 男将表现非常给力 他还能继续坚持的精神可加 不过教练换他下来也是为了他好 能看出来他已经非常疲惫了 这个断球干净利落 这肯定是个犯规 扔一球 这下要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办法自我拯救 但赶紧大余时间不多了 顺能胜 他出色的化解了险情 完全凭直觉灯球弧度 确实难定不响 漂亮他的预判非常冷静 八击反击 傻的八击 将球塞过去 直接从中路找到机会 好机会 一记低传 踢球大门 绝佳的进球 在独秒的时候 迎来了半平的进球 反击就在这么打 迅速果断毫无留情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 在最后时刻 对中将冰团追平了 90分钟未分胜中 加持30分钟 直塞 传中 应该起脚了 把成功的将球破坏 漂亮的直塞球 传到了防线 很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 杀了八击 我也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这张黄牌恐怕是躲不过了 杀了八击 好球 跟我们躲过了 他们可以说已经锁定了圣经 来 大师级的罚球 漂亮 伟大的进球 这样的角度没有绝佳的球感 是做不到的 文将除了从球网捡球 什么也做不了 太绝了 球来到了左侧 尝试掉固定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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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 打进一球 让他把自己从悬崖边 拉了回来 关键 画尝试 能奏效的战术 平时就要拖裂 这种努力肯定不会白费 小安巴击寸出之贼 先请暂时解除 双方纠缠在一起 球丢了 他遭到了侵犯 想要穿透防线 他高高跃起 球丢了 迟来的金球 可以说大局一定 精彩绝伦的投球 太精彩了 这球顶得很充分 能够将球顶到想要的位置 要论空中能力 他可是当仁不让 在扭转战局之后 他们能坚持到最后吗 台队还结束了比赛 多么神奇的比赛 多么神奇的逆转 这才是逆境中应有的表现 他们的胜利实至名归 比赛长时间陷入胶着 直到最后时刻 才最终分出胜负 我觉得今天的结果 可以归因于 他们坚定的态度 和取胜的决心 这个结果是球队 用努力拼搏换来的 可能有人曾经质疑 他在比赛最后阶段 不应该冒险进攻 但是其实应该就是这么做 我认为这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今天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感谢本场比赛 陪伴我们的专家 比赛宽 非常感谢涛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